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做一個非常簡單的煎雞蛋 雖然說煎雞蛋每個人都會 但是要煎出一個完美無瑕的 又帶著一些不真實的感覺的煎蛋 那是需要一些技巧的 好了廢話不多說 下面我們一起來做吧 首先我們起鍋熱油 大家一定要記住油不能太熱 高火調到最低最低 微微感到一些溫度就好了 這樣做是為了避免把煎蛋的邊緣煎得太焦了 從而以失敗告終 好了我們稍微的潤一下鍋 讓油均勻的散布在鍋的每個地方 用鍋鏟稍微的刮一下 接著打入雞蛋 記住下雞蛋的時候 你一定要輕輕放 這樣它就不會很容易的散開 隨著時間過去 我們目測這個雞蛋是不成功的 因為它的邊緣非常的凹凸不平 跟完美光滑的還是有點距離 我們還是把它拿出來吧 後來我也使用了強大的擺度 最後終於找到了方法 那就是濾網 把雞蛋打進濾網稍微的過濾一下 然後再拿去煎 這樣它能有效的過濾掉蛋清裡面的一些氣泡 好了我們再把過濾好的雞蛋呢 再放入鍋中 這一次呢我們就可以明顯看到 雞蛋比上次的要光滑的很多 接著我們再加入一些清水 這樣做的目的呢 是會讓雞蛋的表面和周圍呢 多一些水分 從而使它呢更加光滑 好 好了差不多我們就可以把它拿出來了 最後可以根據個人喜好 放一些胡椒粉 最後一個光滑完美 並帶有二次圓感覺的煎蛋就做好了 雖然說煎蛋不難做 但是想要每次都能把它做好呢 也是需要一些基礎的 好了本期的視頻就這些 喜歡的朋友記得關注和訂閱喔 我們下期見 拜拜